如果你认为呢,你现在的状态正处于你身高上的巅峰的话呢,那么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哦,这里能让你有办法就在五分钟之内像闪电一样长个2.5公分高呢。 首先呀,要先找一根引体向上的杠子,或者随便找个地方,能够把自己好好适当地拉,挂起来的也行,然后把计时器设定为45秒。 现在呢,要在杠子上放松你所有的肌肉,集中精力把自己吊起来。 当你完成这部分后,躺在地板上,张开双臂,手掌朝上,双腿在地板上伸直。 现在呢,把左膝盖弯曲向上拉,脚插在右腿上,让它下沉到地板上,尽可能地再次放松。 这样子可以让你的臀部外部和脊柱得到更多的伸展。 像这样躺个30秒,然后再换腿进行,再躺个30秒。 现在,慢慢坐下来,保持蝴蝶的姿势,两脚脚底相触。 然后,弯腰,感受臀部和下背部的拉伸。 别把自己给逼得太紧哦。 如果一旦有感到不舒服的话,就别再继续弯了哦,这一点很重要。 请慢慢地,轻松地呼吸,像这样坐30到45秒。 接下来,靠墙站直,手臂伸直,别伸展得太厉害。 用你的手指触摸墙壁,向前走一步,扔保持指尖在墙上。 当你觉得如果手指不离开墙,你就无法再往前的时候,就请停下来。 现在,用你的脚向上推,这可以让你有效伸展开来。 像这样,再站个30秒。 完成后,请后退一步,慢慢放下你的手臂。 当你把你的背往墙壁抵持,请低下你的头,把你的舌头推到你的上颚,用力推。 同样地,别做得太过,你应该要觉得很舒服才是。 低下你的头,让上背和后脑勺接住墙壁,舌头向上压,启动你脖子后方的不同肌肉。 现在,你应该感觉很舒服了吧。 保持这个姿势30秒,最后,返回杠子,重复你开始时的动作。 只是,现在,你得要挂在杠子上整整一分钟,放松你的整个身体。 如果你觉得手臂有任何不适的话,那么就请尽早下来,否则会避大鱼利哦。 如果你成功了,那么现在你可以检查你的身高。 我打赌,你会对你的结果真心地感到惊喜不已呢。 现在呢,来个派对泳池魔术怎么样? 你可以证明,你能憋气憋得比你的朋友更久哟。 即使你不是游泳健将,你也可以让你的身体认为它可以比平时自己所能做的,再做得更好。 这个技巧呢,叫做过度换气。 潜水员们常常会使用到,在跳入水中之前,做几次快速而短速的呼吸。 这样子会让你的大脑认为,它有更大的氧气供应量。 而当你最后一次深呼吸时,你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重新喘息。 额外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你的身体和生活方式,但它可以从几分钟到几十秒都有可能的哦。 再来讲别的哦。 就像你的左手和你的右手都有自己更擅长的,更熟练执行不同的任务一样。 其实呢,你的左耳和你的右耳对声音也有不同的敏感性的哦。 如果你在嘈杂的环境中听不到别人对你说话的话呢,那么你可以把右耳靠近他们。 如果你想在远处听出某首曲子的话,那么最好把左耳朝向他。 如果说你在家或在办公室工作,并连续几个小时都盯着电脑荧幕桥的话, 那么你肯定会注意到,在一天结束时,你的视力似乎变差了。 之所以会这样,这就是所谓的进点压力。 你眼睛的肌肉会因为聚焦在你面前的一个点而感到疲劳。 如果你每隔一段时间便闭上眼睛,最好是每小时左右闭一次。 这样子的话呢,会让你感觉好很多哦。 深呼吸,活动你的肩膀、手臂、下背部和腿。 这样做不仅能让你从电脑前放松下来,还能放松你的眼部肌肉。 这可能看起来会很奇怪,但是你不能像控制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,直接控制你的眼球。 所以呢,把注意力给集中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吧。 这样子做,可以让你的眼睛得到一些休息,并从压力中恢复过来。 如果你曾经用棉花棒清洁过耳朵内部的话,虽然说你是不该这样做了。 就像连包装上也都有写的那样,你可能会在进行的时候想咳嗽。 会这样,这是因为耳朵和喉咙的神经有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关系。 令人惊讶的是,这种连接可能也能够帮助到你哦。 如果你的喉咙里面碰巧有脑人的骚痒感,并且无论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抓, 那么就抓一抓,拽一拽你的耳朵吧。 这样子做,会刺激到连接着耳朵和喉咙的神经,让你的喉咙肌肉痙攣。 这通常能缓解脑人的骚痒感哦。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过大脑冻结的经历, 就是当你吃冰淇淋吃得太快,或者不假思索地喝下一些非常冷的东西时, 便会发生那种可怕的感觉。 当冷的食物接触到你靠近喉咙的上额时, 因为那里的神经末梢更接近表面, 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的情况。 当你的头似乎要爆炸的时候,要快速停止这种麻木的感觉,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舌头来温暖你的软饿, 把它给卷起来压在你的上额上,尽量向后伸。 当软饿变暖时,你会感到一股甜蜜的解脱感。 许多人都曾在深夜时躺在床上滑着手机无法入睡, 条件作用的效果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哦。 但先警告你哦,这会需要一点时间才行。 首先,床是用来睡觉的, 没有如果和但是的这些有的没的条件再来。 早上,不管诱惑为何, 与其按下摊睡按钮,不如尽快起床, 从床上起身。 当你一洗完脸, 你的大脑就会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, 你就不会想再回到床上了。 而在晚上睡觉前, 你可以尽量把手机和电脑的使用限制在最低限度。 理想情况下, 至少睡前一个小时不要使用任何荧幕, 因为荧幕发出的蓝光, 会阻止你的身体产生退黑激素, 及睡眠荷尔蒙。 如果你无法享受这样的奢侈, 至少打开保护眼睛模式, 这可以减少蓝光的发射, 让你的眼睛得到休息, 大脑也不会那么紧张。 床上不能有手机, 因为床是用来睡觉的, 记得吗? 当你晚上躺在床上时, 记得立刻关掉所有的电子装置。 退黑激素在完全黑暗的环境条件下, 能够最有效地产生。 所以呢, 最好要将卧室里的光线尽可能地遮挡住。 电视机待机时会出现凡人的红斑, 你可以把插头拔掉呀。 WiFi路由器的绿色闪光灯, 不停地吸引着你的眼睛嘛, 那么你可以找个东西来盖住它呀, 或者一样, 在睡觉时把插头给拔掉吧。 如果有需要, 也可以买个后窗帘,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, 这对于你来说肯定是有好处的。 最后, 习惯的力量很强大哦, 请试着每天坚持相同的坐期时间, 即使是在周末也一样, 如果你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起床, 同一时间入睡, 那么你的身体在晚上该睡觉的时候, 便会自己产生褪黑激素。 如果你不会游泳, 并且害怕会溺水的话, 其实你也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训练。 无需强迫自己浮在水面上, 放轻松, 好好地深呼吸, 仰面躺下, 憋住气息, 你的肺就会像是气球一样, 只要你能让它充满着空气的话, 那么它就能让你浮在水面上。 一旦你吐出气, 那么你可能便会下沉, 所以快速地吐出空气, 然后再次深深吸气。 这种方法可以让你想浮多久就浮多久, 你甚至可以靠它来学习游泳。 首先, 使着仰躺, 憋住呼吸, 用手臂滑水。 当你感觉到更有自信的时候, 可以将身体转向腹部, 保持头部露在水面上, 先用手向前推进, 然后用脚向前推进。 你充满空气的肺, 肺仍会让你浮在水面附近, 所以如果你动作都有做对的话呢, 那么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才是。